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1月7日早上 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附近的一辆汽车 发动了凶宅 造成车上两名记者死亡 一名记者重伤 经证实两名死亡的记者 均为半岛电视台工作 其中一人是半岛电视台加沙分社社长 瓦尔杜达克的儿子哈姆扎 根据半岛电视台住加沙记者的消息 事发当时 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 同一名自由记者 正在开车进行实地的调查 以记录是前一晚 以军凶杂对加沙南部造成的破坏 以军发射的一枚导弹直接击中车辆 导致两名 半岛电视台记者当场死亡 自由记者重伤 半岛电视台说 不幸死亡的记者 分别是 哈姆扎 达杜克 和 穆斯塔法 陶拉瓦 其中 哈姆扎 是该电视台加沙分社社长 瓦尔杜达克的儿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10月25日 在以色列的一次针对 加沙中部 烂民营的凶杂之中 瓦尔杜达克 已经同时失去了 他太太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和他的孙 共四名家人 在当日 曼瑟时候的葬礼上 瓦尔杜达克表示 他说 我要对哈姆扎 和所有烈士说 我们将保持忠诚 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 我们付出了很多 我们付出了鲜血 但是这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将继续前行 目前 瓦尔杜达克已经是恢复现场报道的工作 半岛电视台加沙分社发文 就以最强烈的措辞 譴责以色列军队 对记者犯下的 令人发指的罪行 加沙分社表示 以色列的目的是恐吓记者 企图掩蓋真相 阻止媒体报道 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是失败 半岛电视台同样发布声明 强烈譴责以军凶杂 导致三名记者死伤的行为 并要求以色列停止针对和杀害记者 声明说 毫无疑问 以色列军队决心继续对记者 和他们的家人进行野蛮的袭击 目的是阻止他们执行任务 而这样 是违反新闻自由的原则 并破坏了生命权 半岛电视台承诺采取一切法律措施 起诉 小视者 声援和支持加沙所有记者 并为死伤记者伸张正义 同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 各国政府 人权组织 和联合国 共同追究以色列令人发指的罪行 国际记者组织 保护记者委员会 呼吁对这次襲击事件 进行独立调查 并且是必须追究 杀害记者的幕后黑手的责任 美国最大穆斯林民权组织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发布声明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 应该公开反对 以色列的战争罪行 以及杀害记者的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毛罕默德·阿卜都拉 指出 有接近100名记者 在以色列的 襲击之中丧生 他批评 西方国家 在谈论民主 人权 以及 言论自由的时候 双重标准 就说最新的 襲击事件 暴露出 西方宣传的虚假 和谎言 在多哈 和卡塔尔手上的联合记者会上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表示 两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遇到身亡 是 难以想像的悲剧 他说到 半岛电视台 加沙分社社长 瓦尔杜达克 就说 他说我没有想像他所经历的恐怖 不单止一次 而且是两次 这么说 而 布林肯并没有 谴责以色列 只是说 以色列是有权打击哈马斯 但是 保护平民 又是当无之急 布林肯还表示 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强度降低 联合国应该协助加沙人民 重返家园 他们不能够 亦绝不能 被逼 离开加沙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各界的批评指责 以色列方面 沉默了几个钟头 终于在当晚发布声明 予以回应 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之中 就这么说 事发当时 是一架以色列的军用飞机 他识别 而且是袭击了一名恐怖分子 该恐怖分子操控一架无人机 对以色列军构成威胁 声明还补充说 他说我们了解到 有报道说 在袭击之中 与恐怖分子同车的 另外两名嫌疑人 亦被击中 半岛电视台对上述的回应 予以搏斥 指责以色列 将一名重伤的自由记者 称为恐怖分子 又将两名已经身亡的记者 称为 嫌疑人 半岛电视台就说 事发当时 这一名自由记者 正在操作着一架 用于摄影的无人机 并将自己的记录视频内容 发布在社交媒体的账号上 本来 巴尔冲突 直到1月7日 已经是满了三个月 但仍然是没有平息的迹象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1月6日 对外声称 以军已经是瓦解了加沙北部的哈马斯 杀死了大概8000名哈马斯的成员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表示 在完成消灭哈马斯 解救人质 并确保加沙不再构成威胁的目标之前 战争是绝不能够停止 与此同时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是日益加剧 根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 乙军行动 已经是导致加沙 超过2万2千人死亡 其中有近70%是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方面就说 近90%的加沙居民 被逼流离失所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以军空站 已经造成至少77名记者 和媒体工作者 死亡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